为了加快都市更新的脚步 新北市政府是以行政法然体制来设置了新北市住宅以及都市更新中心 来成为了全台第一处地方层级的住宅以及都更的专责机构 而另外也启动了新北市都更麻吉网来提供民众还有厂商一个公开互信的媒合平台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董事长花庆群坎贵宾共同接牌 宣告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正式成立 侯友宜表示以行政法然体制设置新北住宅中心将有助于专业人才引进 以及企业化经营大幅加快都更脚步 这个住宅中心的成立未来一定用温暖同理心的态度为社会制裁来服务 尤其在都市更新的部分不管是公办的民营的 我们要有经济公信力的行政法然的制度中心 积极的来做好媒合以及推动 另外新北市都更麻吉网也正式启动 即日起民众只要调查完社区重建议院后 上网登陆相关资讯 就可快速征询有意愿的厂商进场 提供一个公开互信的媒合平台 整个都更麻吉网可以来每一届有信用的厂商 以及我们所有住宅中心的推动都更师 会进驻来做一个沟通协调 让他们更有效力能够在快速整合好以后 让自己的老旧房屋能够改变 让我们因为有都更麻吉网 只要你有重建的意愿上网做登陆 我们就会做积极性的服务 侯友宜强调新北住宅中心成立后 将以专业第三部门角度 强化工部门与四部门的协调与信任 扩大办理都市更新推动能量 并兼顾社会住宅的职与量的提升 保障市民良好居住品质 落实永续新北安居城市的居住愿景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为了方便民众来搭乘 新北市乌来台车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来调整营运时间 从原来的上午8点整来调整到9点 而下午则维持营运到5点 另外新竹邻区管理处也提醒了 为了防疫 请民众在搭乘台车时 要注意全程佩戴口罩 民众来到乌来 除了官铺泡汤之外 不能错过的当然还有台车 乌来台车在日治时期 为了运送木材而兴建 在民国52年转型为观光油气使用 回到全长约1.5公里 行驶于乌来老街到乌来瀑布之间 具有林业文化历史价值 更是乌来地区相当重要的观光资源之一 为了提供民众更优质的服务 以及更好的乘车时间安排 从今年1月1号起调整营运时间 由原来的上午8点调整为9点 此外1月到6月 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 7月及8月 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 9月到12月 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 新竹林区管理处邀请民众 搭乘乌来台车慢旅行 悠有乌来老街及体验温泉之旅 另外为了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也请民众搭乘乌来台车时 务必要全程佩戴口罩 一起守护国人的健康 记者陈小弹采访报道 五谷泰德里是泰山进入五谷的门面 而为了使环境美观 里长就特别来争取装设了入口异象 并加一旁7项路口来加宽 同时划设了人行道 不仅使社区更加的美观 而人车通行也更加的安全 五谷德泰里是泰山进入五谷的门面 为了使环境美观 里长林永贤在市议员成名义的经费协助下 装设入口异象 民众来到大柯桥 就可以看到相当可爱的大小像图案看板 配有霓虹灯装置 夜间发亮时更加美丽 这是五谷德泰里跟泰山风树里交接的地方 经过一条大柯溪 然后经过大柯桥 就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霓虹广告 以及宣导的看板 这是跟陈明宜亦争起来的 各位看到在我背后 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小像的这一个 入口异象 那这个部分除了明亮之外 它上面还有一个正念宣导的跑马灯 像现在防疫宣导 它都在上面有做一些正念宣导 我觉得非常的好 里长林永贤指出 陈泰路一段七向入口原本相当狭小 尖峰时间汇车不易 且行人经过都必须与车针道相当危险 为此里长积极协商将入口打开 并汇设人行砖用道 使人车分离安全更有保障 以前我们要进七向只能一台车 然后在我的任内 我就把这个旁边的弄开 变成比较宽阔 也增设了两边的行人道 德泰里还有什么地方 有角落需要更美化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 随时跟我们交代 我们一起来配合 需要我们的这个德泰里 一天比一天漂亮 然后越夜越美丽 晚上来德泰里走一下 看到大象就到了德泰里 市议员陈明毅表示 会与里长们配合提供协助 将五谷地区各项设施 与环境打造得更加美好 一同为在地五谷建设来打拼 提供给市民更舒适 美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 照顾低收弱势加户资讯 来接受平等 秉持着热心与公共事务 还有公益的精神 淡水北韩地区的有线电视 红树林有线电视 就和市府来吸收提供低收 加户有线电视的免费收市 而近来更是主动下乡来巡回收建 来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来前往办理 而首站是来到了万里 而未来几天 会在金山还有石门等地区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是前往咨询办理 为了照顾低收弱势加户 市府吸收有线电视业者 提供免费的收市服务 而低收弱势加户的证明 是每年评估发放 因此低收的优待免费收市 也是年年提出申请 而淡水三至十门 金山万里区的有线电视业者 红树林有线电视 在年初也开放了 巡回收建的服务 首站就来到万里 未来的几天 还会到各区收建 也欢迎有优待证明的民众 多加利用 因为我们这个低收入户 他们也需要接受 我们政府相关讯息 那他最有效就是 看我们有线电视 那很感谢我们红树林 这一次非常贴心的服务 来到我们公所的服务台 来为我们 我们万里的低收入 有115户 那今年在每年这个时间 他都会来服务 那还没有服务之前 已经很多低收入都来问 就是说什么时候 要来申请这个手续 那大概我们每年 我们这个115户 大概都有七成以上的 低收入会来申请 除了照顾低收弱 是家户资讯接收的平等需求 红树林有线电视 也秉持着热心于公共事务 以及公益的精神 不只是提供低收 家户免费收市 更加要主动下乡巡回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前来办理 此外 若是不便前往零柜申请的民众 也可以到所在区公所 申请邮带证明 并且减负身份证 正反面影本 一同寄到红树林有线电视公司 以邮寄的方式提出申请 带我们的优待证明 110年度的优待证明 然后还有您的身份证 正反面影本 那如果我今天没办法 过来申办的话 要怎么办 怎么邮寄 你可以直接邮寄到红树林 对 一样是进营的优待证明证本 再加上您的身份证 正反面影本 那我们受理完成之后 会打电话跟您联络 而循环收件服务手 在万里 1月7号在金山公所 以及1月12号将在石门公所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的时间 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 就近到距离住家较近的 巡回服务专柜来办理 千万别让自身权益睡着了 记者阿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 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约明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 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 租任关系消灭后 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 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 极端的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 维克阳斯克 近日测得摄氏38度历史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报告当中指出 整个北极的海滨覆盖率持续下降 种种数据全都显示 地球的气候变迁正在持续的 多火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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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爱的咖喱耶 这是特别的咖喱 喔喔喔喔喔 啊别动 等一下 啊我没关了 放心 为了瓦斯安全 我已经装装了 最后三大安全这段功能的 维电脑瓦斯调 第一个请勾一下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 哦 开机 开机 换表正好 安全没法闹 戏指老人会原本是在戏指公园的建物 而因为鉴定是海沙屋 所以是前年被迫搬迁 一直到去年9月才找到了新的地点来当会址 不过食品左右的空间 还得和太极全协会来合用 再加上现在成立了营法俱乐部 要办理课程还有共餐 空间根本是太窄不够使用 而也让老人家的活动是受到了限制 自动在公园路上的建物 就是之前戏指老人会的会址 一楼空间有办公室 也有办活动或是休闲的地方 不过经过鉴定是海沙屋 中央限期在前年底得要搬空 所以老人会也一直在找新的七身之所 直到去年9月搬进了系纸综合运动场 看台下的这处空间 不过因为是和太极全协会合用一间 在家上只有十几平的大小 放了办公桌椅 剩下的几乎只剩下通道 长辈们要来聚聚或是休闲实在有点急 系纸老人会会员就有六百多人 如果遇到大型活动之前还得借公所十一楼 至于像是一般课程活动 原本在旧大楼空间也算足够 现在搬了新地方 空间小不打紧 已经成立营法俱乐部 接下来要办课程共餐 勉强挤进15个人已经是上线 所以老人会也向议员张景豪 陈勤希望能够帮忙找更适合的地方 预定的话 大概每个礼拜会有三次要上课 那每个上课就是15到30人 那这边15或许还可以 那30就绝对不行了 那老人会因为本来有很多会员 五六百个嘛 当然找15个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要多的话 我们就没有地点可以给他们用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来 让我们做更多活动 我们接着我们也有想成立关怀据点 细子的老人会啊 目前有六百个家庭的长者需要被关怀 那因为之前面临海沙屋的状况 所以被迫牵引来这里跟太景泉协会一起 共有一个办公室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每一盒像我们驱公所来寻找更适合的 更宽阔的场地 让这些长者们有一个可以休闲 可以运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 今年9月搬来很多东西根本没地方摆 因把俱乐部挂牌成立了 细子老人会希望有大一点的地方落脚 让长辈们活动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 杰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双溪区来新建了拖牢中心 因为教室分层两层楼 行动不便的长者上下楼梯多有困难 而为此在去年2月来争取了电梯施作 于去年年底来顺利启用 虽然是占用了教室的异余空间 但是也让整个环境是更加的友善 在今年拖牢中心也期望将2楼的空间 来打造成微型日照 来帮助长者能安心的在双溪养老 建兴公共拖牢中心位在双溪火车站附近 是地方长者交朋友运动的好去处 除了周一有地面高尔夫画画课 周二的激励训练 周三的音乐辅僚 周五的艺术手作课外 周四的舞蹈课是最多人的时候 不过一楼空间不大 在去年以前要上到二楼 对于长者们相当麻烦 我来这边快四年了 几乎我每天都来上 每个课程我都有上 楼上要画画 还有做运动 那时候没有电梯 我们就通通要爬上楼上 所以走路很不方便 因为老人家膝盖都没有那么好 需要有电梯 拖牢中心自去年二月开始实坐电梯 七月完工 但因为东北角潮湿气候等因素影响 直至去年年底才确定启用 电梯位置位于教室的一角 上课长者能方便往来一楼与二楼 乡下地区的建设逐一完善 对于拖牢中心大部分角力不好的长者们是一大福音 原本是在二楼上课 然后现在大部分的课程都沿到一楼来 电梯的空间会沾着我们一点的空间 然后上课的话我们都是会分配 比如说心领辅导的课程 我们会在二楼 二楼比较安静 然后楼下如果人数多的话 我们也会移到二楼去 然后以后我们是 二楼是会做微型日照 透过电梯改善拖牢中心的空间分配使用 日后期望在一楼做运动 乐器辅导等课程 而楼上能打造安稳的长照空间 照顾到更多机能需要附建的长者们 欢迎双溪区的长辈们能多多使用 彼此交流充实银法生活 记者超浩文双溪采访报导 为了让独居的长辈提前感受年节的气氛 华山基金会每一年都会举办募资年菜的活动 而在新北市深坑区需要募资56份的年菜 目前是尚未达标 而因此基金会就呼吁了社会大众来伸出援手 共同关怀独居长辈 年关将近为了让独居长辈可以感受到过节气氛 华山基金会每年都会募集年菜 而在深坑区的部分需要募集56份年菜 目前还有不足 华山深坑爱心天使站站长基燕林 殷切的期盼 社会大众能够一起发挥爱心 让每位长辈都可以享用暖乎乎的美味年菜 站长基燕林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募款的方面的确受到了些许影响 但好在深坑爱心天使站还有一个二手商店 借由商品义卖收入 让深坑站的服务不中断 而随着农历年节即将到来 希望借由募集年菜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年节期间 也能够有一份温饱和关怀的感觉 爱心年菜一份700元 有意愿的民众可以拨打电话2662-7589 向华山深坑爱心天使站了解详情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还在烦恼假日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吗 接下来的新闻单元 要带您来到了台中的厚礼 来瞧瞧季节限定的洛宇松美景 还有新北市时定超灵宴的虎爷庙 想知道更多假日的好去处 就要锁定爱台湾YouTube频道 平常不太能够结束到那么多的绿环境 对然后来这边就是可以带狗狗 跟家人一起出来我觉得蛮放松的 秋冬季节正是洛宇松转色之时 位在台中后里探我小旁的洛宇松秘境 博光灵灵的水面上映照着洛宇松倒影 情有闲适的气氛 最适合在阳光普照的假日午后 和亲朋好友一起来踏青 尽情拍美照 就连光线的角度都是园区进行规划打造 让游客能将风景最美的瞬间记录下来 我们在早晚不同的光线角度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的一些氛围是不一样的 顺着光拍跟逆着光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都在当初在规划这个园区的时候 都有考量到光线的角度 因为它有做一些地景艺术 那这些地景艺术主要是要在一些适合的光线下 才能展现出它最美的角度这样子 金黄菊虹的洛宇松与冬日的暖阳 相互辉映出季节限定美景 而假日除了可以到秘境放松升星陵 许多人还喜欢到宫廟抽身祈愿 接下来要带您到新北石定的福虎宫 这是台湾少有祭拜虎爷的宫廟 外面我们礼拜后还是 都是余地后 不就是我们人的一般的那种 也是有桌上的草莓 不过我们的草莓 它的由来是有十倍路线里面 佛佛 它这个佛佛来的时候 是佛佛专家 带着它的草莓来救世 十定福虎宫坐落在北宜高速公路 十定段的山坡上 传宠虎爷原本是在万华一带修行 修炼有成后独立出来 最后落脚在十定 秘离除了供奉虎爷 也供奉五虎将军 各自掌管不同领域 尽管福虎宫地处偏僻 人性不少信徒前来求财其愿 想知道更多关于后离秘境 与十定福虎宫的故事 敬请锁定每周四下午四点的 爱台湾YouTube频道 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他们认真学习 他们努力工作 他们追求的是 自我的肯定 成就感 育成基金会一直以来 帮助憨儿实现就业梦想 支持着他们自力 让我们成为憨儿 开心的后盾 请支持育成基金会 议员汉儿就业梦 就业能力培训募款计划 大家好 我是贵贵 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去年国道就发生 超过三万件的事故 其中A1类72件 A2类2076件 造成重大伤亡 与民众财产的损失 在此呼吁大家 无论是驾驶或乘客 上车第一个动作 金山美田社区发展协会 过去是因为缺乏了厨房的设备 而每到了共餐时间 总是会叫外汇来准备餐食 在二楼的据点 要把餐点全都搬上搬下 是相当的费力 而为此向市议员周雅玲 来寻求协助 终于是如愿打造了自己的厨房 而首次的共餐时间 市议员周雅玲 也前来关心设备的使用情况 金山美田社区发展协会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共餐聚会 不过过去因为缺乏厨房设备 每到共餐时间 总是叫外汇准备餐食 而在二楼的据点 把餐点搬上搬下 也是相当费力 因此社区也向市议员 以及公所寻求协助 在上个月落成办理简单的 启用池汤圆活动 而来到首次的共餐时间 市议员周雅玲 也来关心设备的使用状况 让我们的长者 在使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共餐的这样的厨房 一定要非常的完善 让我们这些志工 在准备这些餐具的过程当中 才不会特别的辛苦 今天真的很开心 已经如期 而且在今年 在旧历年前 就已经把我们的厨房给建制好了 让我们的这些志工 在煮这些餐的时候 不用那么辛苦 再从一楼抬到楼上来 市府为长辈办理老人共餐服务的美意 是希望各社区或是礼办公室 能够将长辈聚集起来 一起用餐吃饭 也一起联谊活动 不过每天社区成立以来 没有厨房自己料理 也成为社区的遗憾 还好厨房如愿落成 长辈们吃自己煮的料理 感觉滋味特别好 不只是厨房的设备补足 社区里的通风风扇等设备 也是一元周雅玲争取设置 这次来与长辈一起共餐 也要看看 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要来补足 那今天雅玲特别来 见证这个餐厅 我们的厨房的使用 是不是还有什么欠缺的 在未来 能够再把这些 餐具也好 厨房的 厨备也好 弄得更完善 让我们这些辛苦的志工 在来年 煮这些老人 共餐的这些 佳肴的时候 会更为开心 而且让他们不用那么辛苦 而每天社区以往 共餐受到厨房限制 如今有了自己的厨房设备 大家一起吃志工 煮的料理 感觉更加美味 而共餐报名上限 开放80个名额 一报名就额慢 可见社区成员的向心力 而理事长也欢迎 长辈们每个月都来报名参加 平常社区志工猫猫的手艺 更加要多多 外出活动走走 多运动 多健康 吉祥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由幼宝流行服饰 还有美容科所组成的 新北市能人家商家政群科 而提供学生充足而多元的学习资源 而近年来也在各项的竞赛中 是屡屡获得家机 也为相关产业是培养了 无数优秀的技术人才 能人家商家政群科 包含了幼宝流行服饰 以及美容等三个课别 近年来在各项比赛中 创造优异成绩 能人家商校长洪志明表示 能人家商为传统家政群科学校 长久以来绩效卓著 也替产业培养无数人才 近年来在新北计划的意义下 更成为新北市美容美法旗舰教学中心 以及新北市美法及美颜金手培训中心 让学生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 并且发挥所学技能 我们今年在新北市的技术竞赛 在9月份有一个斗宴 我们参加了六项 其中我们参加了五项 拿下了三个冠军 一个亚军 服装各式亚军 其他的多半是美容 我们今年的全国技艺竞赛 美容跟幼宝教具制作 也分别拿下了金手奖 跟优胜 洪志明校长强调 学生在师长的尊身教会下 培养了基本素养能力 也让学生在人生的每一个挑战中 发展自我 创造出丰硕的成果 人家上的学生有一个特质 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挫折忍耐度 那这个在现代社会来讲 又是企业界来讲 他们最需要的是 希望看到自己的员工 要有这样的能耐 他也期许学生们能够多元学习 透过专业扎根跨域畅新的面向 成为具备十座 畅新及跨域的技职专业技术人才 未来在职场上发光发热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圣悠汉科技大学时尚经营管理系 每一年都会由系主任来带领学生 一起所用所学成果来一手包办 从设计筹划设备都是由学生完成 来举办规模的走秀活动 而日前是由学生主办的设计展演活动 主题是以我是设计师来登场 让学生自己设计与制作服饰 并且同时来进行造型的穿搭 还有走秀 申悠汉科技大学时尚经营管理系 日前由学生主办的设计展演活动 主题以我是设计师登场 其实学校时尚系 每年都会由系主任带着师生 一起用所学的成果 来一手包办从设计筹划设备 都是由学生完成 举办了具规模的走秀活动 并且让学生自己设计与制作服饰 同时进行造型的穿搭与走秀 学生从整个设计打扮跟缝纫的过程里面 学生去了解整个衣服的制程 跟产业的供应链的概念 当学生裤子做出来之后 我们请他自己去练习穿搭 去做整体造型 最后用动态展演的方式 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 学生本身他就是设计师 他也是模特儿 这是大三的学生 大三以外的时尚系的同学 我们就请他去练习怎么样 我们打造一个比较完美的 动态展演的一个舞台跟空间 习主任表示 从设计打扮剪材到缝纫等等 都是出自于学生的实作与设计巧思 藉此让学生了解服装制成 与产业的供应链 最后为自己的设计作品 在伸展台上演绎造型穿搭 另外活动由大三学生 担任设计师与模特儿 而活动计划主持公关彩妆 还有舞台设计灯光与音乐等等 则是有大一以及大二的学生操办 我们其实办这个活动 就是这个秀呢 最主要还是抱着那个学习的心态 那我们从中呢就是有学习到了 比如说从上游到下游 就是一脸串的那个时尚的那个产业的过程 这样子 那当中呢就有那个 比如说打板啊 然后裁缝啊 然后缝纫 然后剪材之类到设计等等之类这样子 然后直到有这个秀 那最主要呢还是要谢谢 就是当中我们有一些专业指导老师 也是我们的主任请过来这样子 就是我们特别的地方 学生表示第一次担任这么责任重大的工作 学习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才知道原来办一场时尚秀 真的是在台前后台一起努力 还有事前种种的规划与协调 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在众人眼前 而校方也希望 既有这一场活动的帮助 学生可以了解服务的制作与内容细节 发挥创作灵感 充分展现在学校的专业训练与教学成果 记者许多安音乐学材放报导 淡海轻轨第一期 蓝海线在去年年底通车 而其中中站是以博物馆为概念 来透过筑体还有画作以及铝雕的设计 来重现清发战争的意象 而淡水古基博物馆就表示了 蓝海线行经清发战争互为古战场 沉岸遗迹 而古博物馆在规划了战体中 融入了沪江之意 来历史意象让民众来搭乘时 也能够了解在地的历史文化 淡海轻轨第一期蓝海线 在去年底通车 其中车站以博物馆为概念 透过筑体画作 蓝雕等设计 重现护尾之意的意象 苏写新北市淡水区历史底蕴 而淡水古基博物馆表示 蓝海线行经清发战争 护尾之意的古战场 沉岸遗迹 古博物馆规划在战体中 融入了护尾之意的历史意象 让民众在搭乘的同时 也能够了解在地的历史文化 那在后面的这个三个战体 蓝海线的第一期工程呢 是经过我们清发战争的一个古战场 对于我们淡水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化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三个这个战体里面 我们是以清发战争护尾之意为主题 然后以博物馆化为核心 做了一个设计 那这里面包含了 至少有两个部分 一个画作的部分 一个筑体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漏雕的部分 古博物馆表示 在沙伦站有黄景花漏雕 灵感来自于古战场 陈岸遗迹 当年法军在这边登陆 清军以种植大量的 灵头树 黄景树等 天然生态屏障抵御 在沙伦站的另外一头 还有艺术家林顺龙老师的作品 设置代表法国的 红 白 蓝 色的力感 象征法军抢滩进攻 尤其在这个沙伦 包含这整个古战场 我们其实也有做了 九个的装置艺术在周边 那比如说以林顺龙老师 他做了一个四部曲 那这四部曲讲的呢 就是法军的一个登陆 还有一个所谓 居民的一个防御 那所以这几个点 其实都有他的一个故事性 一个完整性 跟他的一个故事性 那所以我觉得是任何时候 都欢迎大家也任何时候 来看这一些装置艺术 其实都会让你有 不同的一个感觉 装置艺术包含了 柱体 画作与镂雕等等 在车站站体外围 刻画战役场景 也有国外博物馆 常见的罗马柱体 呈现当年的激烈战况 而古博冠表示 原本就有古战场的 相关走读活动 但是过去只能够靠口说描述 而未来结合三个站体 透过画作 站体设计 以及周边的装置艺术等等 可以带领民众 透过这些装置艺术 更加的了解 这块土地的重要历史故事 记得许多安音 在全赛方报道 新大主办 来 我的 Garo 走 小心 小心 年轻 妈 妈 妈 我怎么了 妈 妈 你赶快 找电话了 在1966的协助 从富人照护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要给我的孩子 去庆祝了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了疫情影响 台湾的民众是无法出国赏花 而台北市政府从2021年一开始 就连续推出了台北茶花展 乐活夜莹记以及阳明山花记等三花豪礼 从1月8号一直到3月底将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以及豪礼 来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 更是花种旗盛开 让整座阳明山都弥漫着花香 花团锦簇 送走了因为疫情而苦闷的2020 2021新春一开始 北市府就带给大家包括台北茶花展 乐活夜莹记以及阳明山花记等三花豪礼 我们呼吁大家都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这边参观 那但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戴口罩 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茶花展的话 因为有室内展场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会进行人数控管的部分 从1月8号到3月底 北市府陆续推出春天印象 领赏夜莹以及春莹祈福活动 搭配台北市旅游补助以及春节的孝亲专案 包装成花见浪漫台北天的伪出国行程 加上特色花系列美食和各式周边限量商品 相信会掀起一股花卉风潮 那今年又是一个疫情的一年 我想在短时间的疫情 没有在孝健的状况之下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要赏银的话 我想阳明山应该是首选 那我想在很多的这个 应该会比往年更吸引更多的 这个民众上山的这个赏银 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湾民众无法出国旅游 各地方政府也卯足全力 设计有别于以往的旅游行程 希望吸引民众到访 提醒对赏花有兴趣的民众 密切注意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私团 感受独一无二的花香魅力 有健全需求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台北市卫生局从108年到109年底 总共是接获了14件民众反应 有医师检验人员到了民宅 还有公司的行号 来投递了检验价目表 还有名片宣称可以道府为民众来做抽血检查 而卫生局就提醒了 民众可前往合法的医疗院所 或是医事检验所来自费协议的检验 切勿相信违法招揽的行为 密密麻麻的健检套组项目 超级优惠价又能道府帮您抽血 一周内就能拿到报告 看了让人好心动 不过台北市卫生局提醒 小心花了冤枉钱 又得不到良好的检验成果 法规上是不允许 我们不允许医事检验所 到社区去招揽健康检验 这是不允许 因为说就民众的权益来扛的话 因为这个毕竟你是在做抽血检查 要扛到品质的问题 还有之后一个权益保障的问题 我们不建议不希望民众去 去参与这种就是盗宅盗揽 由于血液检体相关检查 涉及正确采血管使用 足够血量以及检体的良好保存等等问题 办理机构都应该订定严谨的SOP 另外法令也规定 医事检验所不得以不正当的方式招揽业务 无论业者如何巧立明目 都涉嫌违法招揽 不要轻易接受 那您要求求健康检查 一定要到合法的医学院所 那如果说您发现有这样子 不下的医事检验所 擅自到社区或到店家去 可以留下相关资料 向卫生局提出检举 卫生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自称卫生局 或是卫生局政策配合机构人员 务必要求对方出示相关证件 若发现不当招揽行为 可拨打1999转7106跟市府检举 避免相当受骗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道 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 糖尿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虽然知道要注意控制血糖 但是有很多人仍然是很害怕 扎针低血检测 而台师大化学系的教授就和研究团队 花了10年的时间来开发呼气侦测器 来透过二氧化碳的浓度分析 血糖的高低 来减少受测者的压力 过去测量血糖前得要扎针 再等血糖机判读数值 不少人看到血就害怕 现在只要对着仪器吹气 就能轻松测血糖 藉由呼气侦测器分析受测者的二氧化碳和残氧浓度 取代糖尿病患者侵入室检测 还能尽早发现血糖有无异常 在消耗葡萄糖的时候 当然是产生二氧化碳 那这些在生理上的相关就可以 我们是用间接的方式来吹湿器 那就可以评估说 这血糖情况是怎么样 不需要每半小时摘一次针 每半小时摘一次针 这样其实是很痛苦的 台式大化学系教授林郑煌和研究团队 花了十年时间研发 从过去监测糖尿病患者 吐气的丙酮浓度 改良藉由测生成呼吸 分析血糖浓度变化 而且机器也越做越小 2014年就已经发表过论文了 只是当时的机器是比较大 那不适合放在家里 不适合放在医院 那时候院方希望说 我们能够发展那种居家型的 攜带型的 那我们花了几年时间 终于可以做到 攜带型的比较小的机器 目前虽然只能分析 二氧化碳和血糖间的相对关系 还没有直接的数据换算 未来还会加入更多 糖尿病患者的数据分析 并逐步改良仪器体积 期盼有朝一日也能量产 减少病患测血糖的恐惧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布袋戏大师陈锡黄这十年来是持续的举办工作坊来传译 尽管已经高龄90岁 但是陈锡黄只要是聊起布袋戏 整个人就是火力充沛 还带着民众一起来彩绘戏 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布袋戏 进而喜欢看戏 让优美的传统布袋戏文化能够一代传一代 布袋戏主角拿着三叉和藤牌 你追我打气氛紧张刺激 让台下观众目不转睛 布袋戏大师陈锡黄精湛操偶技巧 让偶无奇人出神入化 小声开扇讲究手部动作 坐椅子前也得先弯腰 最经典的莫过于小蛋疏头 眼神得顺着头发移动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这也是陈锡黄坚持的创新 没有现代布袋戏的奇装异服 声光效果 陈锡黄保留传统布袋戏的特色 专研美尊戏友的举手投足 忠实呈现每个角色 近几年还举办工作坊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很简单简单 这样就好 利用特制的透明戏偶 传授操偶技巧 陈锡黄教学从不留一手 现在除了教学生布袋戏技艺 还带民众彩绘戏偶 从手作体验培养兴趣 小时候对美术科没什么印象 现在感觉是觉得很不错 画不好也没有关系 背后这些观众 他也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关系 他还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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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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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传承布袋戏 得先从培养观众做起 尽管已经高龄90岁 但陈锡黄聊起布袋戏历史 依旧神采意义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 因为了解 进而喜欢上布袋戏 让传统布袋戏的优美文化 能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布袋戏国宝大师陈锡黄 是李天璐的长子 而小学毕业之后 就跟着父亲一起来学系 超过了70年的戏龄 也累积了一身好文领 虽然搬获了文化部 两项国宝头衔 但是陈锡黄心系的 还是传承的工作 教徒弟从不藏私 就是怕没有人想学 到79岁还成立了 陈锡黄掌中剧团 来带着戏友到各国来巡演 让外国人印象深刻 迪化街城隍庙前 布袋戏正在上演 就连国宝大师陈锡黄 也亲自上阵 高龄90岁的陈锡黄 寺院传承布袋戏 哪里有观众就往哪里跑 79岁依然创立陈锡黄掌中剧团 也是唯一获得文化部 传统艺术布袋戏 和制作道具保存者 双头衔的国宝 爸爸没有影响人 我自己研究 我自己研究 什么不疼我都自己研究那岁了 要叫人研究上研究 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李天璐 身旁学系 后来因为父亲太过严厉 一度逃到南部避难 也因此学到南部制作戏服 和抄偶技巧 超过70年的戏林 让传统布袋戏更加精致 还到美国 日本和德国等四处行演 我没有说抄偶 抄偶说话他会听不懂 所以我用过我们的布袋戏 我们的艺术来帮一个外国人 我让你再看舞 再看舞 大家看得很高兴 透过戏友细腻动作 不需要口白 也能让观众会心一笑 顺利让布袋戏要上国际舞台 现在陈希黄唯一的心愿还是传承 只要有人肯学 他就会一直教下去 希望让传统布袋戏继续开枝善业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